這個... 楊寂冰店 楊寂冰店 玉米冰 好特別喔 我們覺得很特別的玉米冰 是很多人從小吃到大 真的假的 因為這是古早味耶 我要吃No.1 花生玉米加圓餅 加圓是加什麼 是綜合圓 綜合圓 蜜花 芋圓 桃圓 地瓜圓 好 那我要花生玉米加圓冰 那我就No.2了 No.2 OK 3QB 但是我剛剛看到好像有另外一個 很厲害的叫什麼 這個 賣角對不對 賣角蠻特別的 賣角是賣片嗎 對 可以 只會加在飲料冰裡面 那你可以3QB 然後額外再來一個賣角 然後我可以這樣子自己混在一起 好 自己把它混在一起 這個是手工布丁嗎 對 手工布丁 好酷喔 我一直加 然後我的冰就變這樣高 變1.1樣高 好 我其實真的想像不到 玉米冰是什麼味道 但是因為他們是 算是玉米冰的鼻鼓對不對 十足 全台灣是從這邊開始有玉米冰的 很厲害 那台幣口就感覺很少 我沒有看過 鹹甜 鹹甜的口感 好 好 期待 謝謝 OK 花生玉米加圓冰 你看它的冰很特別 因為它沒有加 像是我們有時候吃出來的冰 它會淋一些黑糖漿 它的黑糖漿都是在下面 清冰厚 它的耳朵撥不開 很多很厚 等一下 你在冰箱冰了一瓶玉米醬 它打開直接吃玉米醬的感覺 對 怎麼講 印象很深刻 如果從小就吃這個的話 你就會覺得玉米醬本身 就應該加在冰上面 沒有違和感 加上它的地瓜圓 玉圓 小湯圓 它的這些原類 沒有什麼甜味 對 我剛剛就正常講 它的配料 所有的配料 基本上都是沒什麼 對 調味 沒什麼加糖的 原始的 原始的味道 然後它的花生 我吃到花生很厲害 超級白 白得像藝人一樣 妳吃蘭麥醬 妳吃蘭麥醬嗎 不是 很白 很白皙透亮 對 我看著我說超級白 我覺得這個花生白 真的是超級白的 你看 它的花生很像花生仁湯 但是又更加好吃 我覺得它所有的配料 都已經煮得不像是一個配料 它像是一個醬料一樣 都像是醬的 其實你剛剛說醬料 它這個是麥醬 麥醬 其實它其實也有點像 醬料的感覺 你我以為是咖哩飯 哪裡 哪裡的咖哩飯 滿像咖哩飯的 還是它其實就是咖哩 因為它好像可可粉炸食 其實主要是因為 它說花生跟這個很像 它想要分辨顏色 也沒有別的意思 你的有什麼 山豬肉 山豬肉 粉圓 粉圓 然後湯圓 珍珠 然後還有這個是 這個 這是什麼 昏桂 昏桂 也是QQ代表 昏桂 而且我剛剛 妳不是有給手工布丁嗎 對 手工布丁 拿下來居然這麼可愛 這好可愛 而且好可愛 超可愛的 這很像一個漫畫人物 好像眼睛 好可愛 對 很多外國人來台灣 就一定會來西門町 對 然後這個地方 又是在最熱鬧的地方 這裡有很多 像他每次開了一夾子 真的是古早味的 然後如果我還沒有吃過 玉米冰跟我一樣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味道的 我覺得可以吃一下 真的滿特別的 因為這一碗冰 你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口感 玉米是脆的 然後這個花生是黏的 有顆粒的 可是上面又QQ QQ的又是紮實有彈性的 你這三個一起放到嘴裡面 千變萬化的感覺 真的 甜菜 找甜菜 吃甜菜 我們來到天菜咖哩 沒錯 燙瘦在天 我們今天吃滿多的 我們今天真的吃超級多 今天吃大概四 五家 還是我們算了 不要進去 沒關係 減肥改天 不行 天菜咖哩 這間就是符合我們主題的店 便便 好文青的 其實它的裝潢很酷 很酷 古來漾 好 桌子上就有這種 很像去吃鐵板燒 或是一種料理會有的 而且它這個沾檔 為什麼這麼的厚 而且我覺得這個 我們以後可以帶走 因為我們是食尚玩家 天菜就醬汁 好像可以 我們等一下跟老闆買 不行 我們跟他買 跟他買 一臉看起來就是老闆 老闆嗎 老闆怎麼這麼跑過去的 你是老闆嗎 我是 為什麼你們要叫天菜咖哩 其實這個 是不是偷我們的節目名稱 沒有 人家開四年了 我們才四個月 因為我叫小天 做菜 小天做整菜 天菜 沒錯 你怎麼會想說要開咖哩店 這麼年輕 應該是以前我們工作的時候 會做那種什麼 原工餐之類 然後就有一次就是煮咖哩 然後就被大家喜愛 對 我煮的是兩天的分量 但他們當天就吃完 因為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便我聽說他們的咖哩 有很多 像我們平常會吃到的 比較偏日式甜口的咖哩 然後聽說你們也有一個 比較辛辣口味的嗎 對 那個是哪一種 那個是 會有一點辣 咖哩還有什麼生焙 不是只有咖啡色有什麼生焙 就是 雖然說咖哩的顏色都會很相近 但是我們還是有 顏色比較深 我們先點 我們先點 然後一上菜我們再看 我們看完菜單 然後你再幫我們一個一個解釋 不用看了 他直接幫我們推薦 OK 你直接幫我們天菜配方 我們剛才是天菜 我知道有一個限量的 聽說有一個是限量 一天只有食尚一次嗎 就有兩個限量 一個是牛蛇跟一般 那就這兩個 對 我們最愛限量 是我們兩個嗎 是我們兩位嗎 我們兩位嗎 你叫我們嗎 不是 是他們兩位 不好意思 客人 家裡來了 這裡的人潮在露衣服 真的 現在才6點整 對 很像是來到那種 日本區酒屋 很好鬧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連我們攝影師 都做得比我們超近 真的 你看他們兩個超近的 他們兩個只要稍微 往前一點 你們兩個 然後就互相穿幫 他們跟我們現在是同桌 對 同一時候穿上的人 而且還不能用腳架 他們只能用手手這樣撐著而已 因為這一家店 都是天菜滿開的 天菜最重要是什麼 顏值 拜託 這個賣相很好 這邊是有一點蒜酥 然後我的是一板牛 然後這樣剛好的熟度 我什麼會加蒜酥 日本咖哩 特別 我的咖哩 剛剛聽說 畢畢有問題 他說是 我這咖哩是隔夜咖哩 放了一天 其實基本上三個都是 因為比較麻煩 就是它前製作業會再多放一天 就是在製作成咖哩之前 它的香料還會再多放一天 香料再多放一天 為什麼 炒過的香料的話 我們很像它精緻 有點像是牛排精緻 沒有這樣吃 那為什麼你要加 這是蒜酥嗎 這是蒜酥 為什麼要加蒜酥 我自己很喜歡吃蒜酥 對 我自己很喜歡吃 然後我有一次亂加 反正就是加進去 發現其中 客人很喜歡 其實滿多客人會很喜歡 真的喔 那我來吃吃看這樣子 雖然咖哩味道非常的濃郁 但是你真的在咬它的時候 那個蒜酥味道 還是會慢慢出來 它是最後面才會跑出來 它是偏的後面 有了... 對... 然後這個是一把牛 對 這個是用煎的嗎 對 它們是用煎的 我們的主食其實都沒有 太經過特別的調味 因為怕牆掉了哪裡的氣氛 還滿多消費者會互導 整個點了豬排 然後豬排才是主要 但是其實咖哩才是主要的 而且我覺得你的牛舌 它的熟度真的是剛剛好 它雖然看起來薄薄的 為什麼它裡面還那麼的Q 我們是只有 直接用石火噴過 所以它只有在皮上面 會有脆脆的味道感 但是在裡面是辣的比較剛好 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咖哩的辣度 它不是說讓你直接到很辣 它是會慢慢... 會一點堆疊上去的 對 比較辣 所以這一款的咖哩 就是深培的這個咖哩 我們是沒有多加什麼辣椒 什麼的 因為辛香料本身就會有一點點辣 然後我們另外加黑胡椒在裡面 所以是比較像媽媽咖哩 對 你自己最喜歡哪一隻 我一開始很喜歡這一個 是嗎 但是其實我最近很喜歡它 花心 天菜都是一樣 畢竟我吃了4年 因為小朋友還是可以吃 還是會吃這個 真的喔 因為我覺得這些小朋友 可以接受的辣度 對 他們是滿可以接受的 它不會到很辣 它其實除了我們點的 像這種限量的之外 它還有豬肉的 然後雞肉的跟海鮮的 跟蘇打底 就是如果今天想要吃 清淡一點 清爽一點的話 也有 先吃 先吃這個 怎麼樣 怎麼樣 我覺得這很酷 它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炸鮮奶 你知道炸鮮奶嗎 夜市會吃到炸鮮奶嗎 但它譬如是麻糬那種 一樣是蓬蓬軟軟的 而且它外面的花生粉 沒有加太多的湯 它吃起來不會很甜 但是你知道 吃完咖哩之後 想要一點爽口 解膩的東西 不用算去外面找甜甜店 然後外面也有 真的 它裡面那個麻糬很像炸鮮奶 對 因為它外面是酥的 然後裡面那個麻糬 而且是有點像液體狀的 你咬的時候好像會有點 會爆漿的感覺 你看它是這樣子 超紅 超Q 對 我們從口味吃完 最後一個比較 這是算是最甜口味的嗎 他們家有三種 不同的咖哩醬汁 然後這一個的話 是蔬果口味的 就是它用各式各樣的蔬果 所以它剛剛的甜味 可能會比剛剛那個 蘋果的那個 再甜一點 對 試一下 好 幹嘛 我跟你講 好特別 大家看兩個完全不一樣 它是甜甜之外 又帶一點酸酸的 因為還有加鳳梨之類的 我想要吃一口 反而這個是很台味 我吃吃看醬 我第一次吃到咖哩 咖哩飯裡面有打燒 通常是在拉麵裡面 好嫩的感覺 好嫩的感覺 它有炒到一放到嘴巴在裡面 就那裡油直接爆開了 他們家你可以自己選你要的主食 譬如說你想要吃牛舌的 想要吃豬肉 再選你要的醬 就各種的主食都可以 搭配不同的醬汁吃